郡主 经过昨天晚上 你应该跟渤王殿下 更进一步了 你在紧张什么呀 就是因为经历了昨天晚上 我才紧张 一会儿见到殿下 你说可有多尴尬 郡主 你干嘛去 你快回来 渤王殿下都不害怕 你在怕什么 帅不帅 郡主你瞧 你未来的夫君 英勇神武的样子 简直迷死人了 你出来 你出来呀 郡主 你不知 三招解决你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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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羞 来了 你一定好奇为何本王让你一早来此 练武除了可以自保 更可以强身 有利于郡主腿伤的恢复 殿下想要教我习武 你怎么知道 我从小一直想学兵器 可是无奈我娘反对 所以一直苦无忌讳 这也算是投其所好 来吧 郡主喜欢什么兵器 小心 小心 长兵器 不适合郡主 请别的吧 还是殿下帮摘新选吧 闻言 是 原来殿下早有准备啊 这是奔郎宫 是本王的收藏 一来是回礼 二来 弓箭是远距离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很适合郡主 这上面的图腾好美啊 应该很贵重吧 喜欢吗 喜欢 过来 有 永远 也许 永远 来着爱再一点 有 心跳 走出过 远远的那却远 每当 痴心 有声 都在心间 每当 痴心 都在想念 没有往后退的空间 已经被爱包围 再一眼 看看谁先融化谁 再一遍 将太阳保持到完美 再一点 看来俊主还是很有天分的 我有一个好师傅啊 多谢殿下 跟我回宫里吧 我找了一个太医 让她看看你的腿 好 太医 郡主身子鲜弱 怕疼 你最好轻一点 是 微臣遵旨 太医 不要紧的 您继续 郡主 微臣 诊治结束了 郡主的腿 有跟着的可能吗 回伯王殿下 损伤已久 导致筋骨气血虚弱 而右腿伤的 比左腿更重 不幸中的万幸 是殿下 及时救了 常规的郡主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本王要你尽全力医治 是 微臣日后 定当尽力医治 但郡主的腿伤 纵使华佗在世 也束手无策呀 兴儿 并不影响平时作戏 微臣开些 健骨壮筋 不养气血的药方 每日一帖 喝上一个月 禁忌 用药期间 请郡主 不要做些 令双腿太过负重的行为 比如 骑马 若再次受伤 恐怕不良于行啊 渤王殿下 若无其他吩咐 微臣先行告退 太医说的话 你听清楚了吧 我这是老毛病了 这么多年 看了很多的大夫 说得都大同小异 我都会背了 本王会去民间寻访 医术金湛的大夫 天下这么大 一定有人能 医好你的腿 我的腿伤 又不是殿下造成的 殿下为什么 对我这么好啊 因为你与本王有婚约 这是本王的义务 殿下尽职责 摘星也会恪守本分 尽力 做一个称职的伯王妃 是 私